大家好,我是冰哥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道热干面的家常做法 这样做的热干面比在外面吃的要好吃很多 也健康卫生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做出来的面条有劲道 鲜香滑嫩开胃 特别的好吃 只需要花个两到三块钱就能做上一大碗 下面就请跟随我的视频 看我是怎样做的吧 首先我们准备一把小葱 将小葱切成葱花 将切好的葱花装入一个小碗中放一旁备用 喜欢吃香菜的再准备两颗香菜 将香菜也切成小段 切好后和葱花张一起备用 然后我们起锅烧水 水稍微多一点 水开后下入一把面条 然后用筷子轻轻的搅动 防止面条装淋在一起 开蒸小火慢慢的将它煮开 煮开之后再加入一点清水 然后再撇去上面的浮沫 这些浮沫 这些浮沫不是脏东西 是面条上面的一些粉末 不撇掉的话 汤汁会粘稠 面条容易截坨 吃起来口感就不会那么好 所谓三滚饺子两滚面 意思是在煮面条 合煮饺子的时候 开了的时候再加清水 再次煮开 这样煮的面条受热均匀 吃起来才会有劲道 就这样多次的水开加水 水开加水 然后用筷子把面条加起来 用手轻轻的一捏 就能轻松的捏断 说明面条已经煮好了 然后我们用漏碗将面条捞出 捞出之后将面条装入一个大碗里面 然后往里面加入少量的猪油 加入猪油 能够使面条更加的鲜香 再用筷子将面条搅拌均匀 然后再往里面加入一勺生抽 一小勺老抽提色 再加入一点点胡椒粉增香 喜欢吃辣的 再往里面加入一勺辣椒油 再加入一小把熟发生米 然后再加入一点榨菜末 也可以是双冻角 最后把刚才切好的葱花和香菜 也加进来 再加入一点香醋 用筷子将它搅拌均匀 尽量将面条多拌一会儿 那样吃起来才够入味 一会儿 拌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将面条装入一个盘子中 就可以开吃了 一道非常好吃的热干面就做好了 做法简单 这样做出来既干净卫生 面条也鲜香开胃 非常的有劲道 比在外面买的要好吃很多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收散起来 自己在家试试做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的话 麻烦生抽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免费的小行星鼓励一下 您的每一个点赞关注留言 都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谢谢大家